5月24號下午16時起 在花蓮市中正路與中強街口發生一起交通事故 徐姓男子駕駛自小客車沿中強街左轉中正路時 與在中正路行程穿越道上過馬路的一家傷口發生碰撞 造成父母及小孩身上多處差錯傷 經酒精測試後徐姓駕駛久均能度高達0.54毫克 全案依公共危險罪移送花蓮地監署偵辦 花蓮分局呼籲酒後請勿駕車 酒後駕車最高可儲信臺幣200萬元以下罰金 因造勢自人重傷或死亡者則沒入車輛